台北市明年中加大一的主用 這個房屋稅來調降到0.6% 也跑出到新的方案 民眾是持有到第三個以上的這個出席 將要拆掉累積稅率 來這裡提款到房屋稅 讓他以上上官要到4.8% 面對台北市的這種囤屋稅的作法 指定標示說 近前在人家就有提案 但是被他創掉去沒辦法來做 那事實上台南市也有一些經驗 都記得在上個會期 議會的會期 台南市也要推出囤屋稅 那結果就可能是有一些有限人的操作 結果就被退回 市長來說 接著我們如果讓房屋的民眾 來競爭囤屋稅 那就是提款到房屋稅率 其實就是基礎正義的作法之一 我還希望說 我們要落實居住正義 有一些不當得利的人 他有許多房子 靠這個房子來一方面炒高房價 一方面來讓很多年輕人買不起 其實科增比較高的稅率 應該是有可以討論的空間 而且坦白講 現在很多年輕人在反映 兩棟房子所要畫的 所繳的稅金比兩棟車子 所繳的稅金還要低 這部分也是讓社會公平爭議 也沒有辦法落實 因此台北市要被房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 如果能夠配得成空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好事的戰略 面對這個房子的稅金 比起車稅金來得比較燙 起床比起車比較輕鬆 市長說這些人買不去房子 就是因為說這個房子的問題 若是說頭幾個屯有稅的出事 讓房子來設置 改靠第二棟房子的這個問題 也是好事一件 來美新聞等一下 待會兒我們猜方報的